福里乡轮天变道受到山土的台风侵袭破坏 县福与乡公所积极赶工修复 原定在今天25号完工开放通行 不料台美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下 连日带来大雨 而秀孤兰西上游吸水蔓延变道路面 而福里乡公所今早紧急喊咖 持续封闭不开放以侧安全 从山区冲刷而下的滚滚泥水 蔓延过整个轮天变道的路面 福里乡轮天变道上次受到山土耳台风侵袭 土石淹没破坏路面 钢板桥路基也被冲刷掏空 先政府与乡公所也着手进行灾负 赶在农民水到秋收之前赶工修复完成 预计也在今天25号就要对外开放通行 现在大水一烟 乡公所又得要继续封闭下去 整个一个变道的路面 已经有淹没的一个状况 早上我们也过去看 所以目前我们为了安全的一个起见 我们原来在今天早上要通车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要延后 延后之后开放的时间点是如何 我们可能要看着这个雨似的一个状况 谭美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下 这一两天南区大雨不断 大雨大水不仅是冲毁淹没了轮田变道 6013连外道路6K处边拨巨石滑落到了路中央阻断交通 乡公所也会同开口契约厂商一早前往现地抢通 所以早上我们很早已经请这个厂商 在6点多的时候请厂商上山 去把这些石头 把这块石头清除到路旁 另外厂商开口契约厂商也整个顺着 我们60淡山游下往上 把路面的相关的大小石块也都清除到两边 虽然目前60淡山连外道路沿线大小落实都已经清除完地 不过由于大雨持续不断 乡公所也建议民众非必要尽量避免通行 而至于轮田变道何时开放通行 乡长江东城则表示随时监控雨量以及水位 若在安全范围内则即刻开放 也请用路人注意 记者张敏泰 石玉兰副理采访报导